為了360給您全方位的好天氣 帕卡颱風已經進入南海 他預計了禮拜一的早上 禮拜天的早上到禮拜一的時候 會接近廣東還有廣西 那對台灣來說的話 沒有什麼直接的影響 那台灣還是炎熱高溫 留意山區有些局部的鎮雨 近期天氣是比較穩定的 請大家好好珍惜 那最近其實美國滿麻煩的 南邊有一個叫做哈維的 這個颶風侵襲德州當中 對當地影響會滿大的 請大家多注意 比較麻煩的是 這個會在這個地方滯留一陣子 所以預期的雨會有一段的時間 不是這個颶風過就過了 那這個是相信是對川普 他的這個面對災害 他上任到現在為止 沒有直接面臨那麼大的天然災害 這個就是要給他關注 我們要關注的焦點 就可能是天然災害 對美國造成 其實北邊也有南邊 南邊也有 這次美國的衝擊應該相對的 會比較大 請大家留意一下 那這個帕卡台風呢 已經進入這個南海 在這個地方 那台灣受到他外圍運氣的影響 所以東半部呢 有一些雲量比較多 不過呢其實 各地大致上是還滿嚴熱的 那預計呢這怎麼走 目前以香港天文台的 預測來說的話 他是往這個 他的西邊走 但是他的外圍環流 逆時政環流 可能直接對衝著這個香港 大致上 目前來看的話 大致上不會對台灣有些直接影響 所以請大家好好把握 目前來看的話到9月初 可能有一道春天 秋天的封面會接近 秋天封面會接近 不過目前來看的話 影響應該不會很大 所以台灣各地呢都屬於這個 午後有一些雷震雨型的天氣 到中午白天的時候是非常的晴朗 藍藍的天 可是到午後就容易有一些這個熱對流發展起來的 不過都是靠山區比較有機會 那未來這幾天大概都是如此 所以禮拜六的晚上的天氣呢 特質上各地都還是不錯 多雲道勤的好天氣 然後到禮拜天要注意一下 還是一樣熱 台北市依舊有36-7度的高溫 請大家多留意了 以上是今天的威樂360 我們明天見